今天要錄父親節影片給我爸 然後剛坐在萊爾夫 本來想要先打稿子 可是冷氣有點冷 然後就走出來了 所以就突然覺得 今天換一個形式拍影片好了 就想到什麼講什麼 沒有稿子 就可能到時候上字幕會比較辛苦一點 然後剪輯可能也會比較多 希望今天可以做得出來 陪爸爸吃午餐 爸爸又吃蘿蔔糕 早上也吃蘿蔔糕 爸爸很愛吃蘿蔔糕 再來繼續講我爸 我爸是一個很少講話的人 真的不太會說話 就小時候我跟我妹吵架或是做錯事 我媽會打我罵我們的時候 我爸也都不會講什麼話 所以其實就是大部分時間 我也是跟我爸一樣不太講話的 大部分時間一千啊 然後就很多事情也都很緊 不太會講 我爸也是 就工作看起來應該是超累 超級不輕鬆 可是每天回家也都沒有看他抱怨半句話 我爸一定會覺得我剛剛在路上邊走邊錄影很危險 所以我現在找了一家全家給他做下路 這裡就是我爸爸工作的地方 是在桃園觀音工業區的工地 工地裡面超軟超髒 看起來都超危險的 我從小一直以為我爸爸是建築師巴布 然後就很帥的上班這樣 沒想到他上班的地方那麼危險 就進工地還要戴安全帽 今天有開車載我爸來上班 在桃園觀音 後面這個 是他工程顧問公司在蓋的工廠 覺得我爸上班超辛苦的 很多二手煙 辛苦爸爸了 父親節快樂 快到四點了 我在等我爸下班 他今天五點下班 我要再開車載他回家 吃父親節蛋糕 我爸回家也都在看 他工程的設計圖 或者是在車上也常常聽到 在聯絡他的同事 或是他的工人 很少看到停下來工作過 就我爸也是個工作狂 有部分移存到他 前兩個星期去四川支照 然後回來 我爸就來機場接我 然後就跟他說我在 在四川看到的東西 然後覺得對岸發展得怎麼樣 結果我爸沒有去過中國大陸 他工作以後好像也很少出國 真的都是我自己在外面到處跑 很感謝我爸就是工作賺錢 然後讓我有那麼多機會可以出去走走看看 謝謝爸爸 然後最後就是鼓勵大家可以跟你爸一起去上班 看看他都是在什麼樣的地方工作 做什麼工作 然後可以祝他父親節快樂 謝謝大家 我是施大料 掰掰